除了阿里巴巴之外呢 在上个周末 全世界财经的焦点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那巴菲特呢 Warren Buffett呢 大家当然很重视他的这场股东大会 许多人问了他个人不同问题 那中国大陆呢 有非常多的Burkshire Buffett公司的投资者 所以在整个太阳股里头 可以说是一场朝圣大会 那很少CEO 他现场面对一个股东 人家都会问他说 你这个怎么解决 你那个怎么解决 他好像大明星一样 好像好莱坞的洋魂明星 在那里面接受欢呼 那有的人就问他说 你对赚钱的看法是什么 尤其大陆很多很想发财的人 就直接问他 他说呢 如果你没有改善你的品质的话 你即使赚了钱 你只是一个有钱的混蛋 就是你从没钱的混蛋 变成有钱的混蛋 就有很多名言 当然他也提出了 他对未来 他对整个Burkshire公司的构想 那也有一些人就很直接的问他说 你现在年龄很大 那将来这个公司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他也诚实做出了回答 再人问他说 如果你深厚 你会给你太太什么建议呢 他说他已经赚太多钱了 我回加拿大都市的钱 都直接去买美国的债券 后莱坞某studio准备录制 波克夏年度股东大会开场短片 大会主人入境高唱 买位或者应该说是 his way my way first may I say I pray each day for Charlie Munger who needs the gym when next to him I feel younger I must say at Berkshire Hathaway It seems everyday Business is fun here 招来买位作词人 Paul Anka 搭档改编 巴菲特再度哼唱 今年老歌 舍弃招牌 自弹自唱 用歌声推崇 波克夏副总裁 也是莫逆之交的梦格 对他与公司至关重要 这段预录影片 准备在 波克夏2014股东年会上播放 提前替年度投资盛宴 谱上一如往年的 欢乐旋律 5月1个周六 波克夏2014股东年会 在老地方内部拉斯加州小镇奥马哈登场 来朝圣的不止媒体 还有会场内外超过38000名波克夏股东 大陆网友在微博上形容 这场盛宴好似中国庙会 因为今年取经的大陆投资人 多达1000多人 太平洋另一头 大陆新浪网 以文字直播9小时股东会现场 股神准时现身 现场化身投资界的卖家胜地 所有人绕着他打转 接下来就像资料袋重播 巴菲特�p著波克夏作为最大股东 吃股9%的可口可乐 要求旗下宾品连锁店 Jerry Cream出品的冰棒 一样同新文明的股神 跟股東兼好友比爾蓋茲玩的遊戲 從去年乒乓較勁變成丟報紙比賽 八二三歲老頑童今年顯然技高一籌 遊戲之外 諸多股東問題有待股神檢答 六小時Q&A時段中 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接班問題 八二三歲董事長巴菲特 跟九十歲副總裁孟格 這一對在投資界未為美談的經營組合 一屆交棒高齡 倘若公司兩大靈魂人物都不在了 波克夏還能保有It's own way自己的路嗎 孟格已屆九十有誰繼任 巴菲特回答如果孟格離世 波克夏副總裁職位將自此重缺 孟格幽默回應 這個問題應該很快會有答案 因為九十歲的人若是走得很快 而巴菲特面對外界傳測 最有可能接替自己董事長位置的 是旗下能源事業部波克夏海色溫能源 五十一歲執行長亞貝爾 亞貝爾去年以五十六億美元收購 內華達州最大電廠NV Energy 股神今年曾致函股東 提到NV Energy不會是亞貝爾主導的 最後一筆并購讓市場有了想像空間 他在年會上當場否認 不於外界莫從此公司管理運作 判斷母公司仍是繼承 但台下股東還是聽出 世代交替的嫌外之一 合作經營好過單打獨鬥 只是人群未定 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 我還沒想到今天會議 我非常感興奮 當沃倫說了一些方法 他的新人在幫助他 很驚訝的是 在二位財管理人員 Todd和Ted 現在在沃倫工作 他介紹了 把財政策進行 讓他完成了 入住前身為紡織廠的波克夏後 阿菲特平均每年為股東 累進創造20%的公司市值 當年若掏出1000美元投資 現在已滾成了1000萬美金 股神操盤 股東仍有心疑問 波克夏2013年 每股盈餘134973塊美金 相較2008年增長91% 接近一倍水準 同樣五年期間 S&P500投報率128% 波克夏資產淨值增速 44年來同一回跑輸打盤 巴菲特用緊急循環巧妙回應 就像賽跑12超前12落後 的確 波克夏最新投報率 再度超越標普 今年以來累積13% 領先S&P500的5% 股東會上問題又來了 從不法鼓勵的波克夏至今 累積480億美元現金為何不發 巴菲特回應 現金流就像氧氣 99%的時間你不會助理他 直到他缺席 巴菲特也透露 他正準備收購更大型企業 而誰會是股神最新獵物 波克夏在去年搭上 美國頁岩油順風車 讓2009年市值440億美元買下的全美第二大火車公司 柏林頓北方聖塔貝鐵路運輸需求量大增 巴菲特在股東會上也有暗示